乌克兰外交部在近日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则推文和短片 声称乌克兰早在公元988年就决定加入欧盟 对此众多网友感到吃惊 推文中指出乌克兰和欧洲一直是朋友 在十世纪的末古基辅罗斯公国的领导人弗拉基米尔大公 让公国信奉基督教并且决定成为欧盟的一份子 这也是乌克兰成为西方世界的一部分的时刻 而在当时莫斯科根本就不存在 然而欧盟在1993年11月才正式成立 乌克兰也是在1990年脱离苏联成为独立国家 按照乌克兰外交部的推文 乌克兰在欧盟成立前1000年就决定要加入欧盟 而众多网民对此纷纷表示嘲讽 并且质疑这是否是一个玩笑